行政院长中泰今天到立保院进行能源配比 以及电价政策的专案报告 这也是事先案结果出炉之后首次被询 态度强硬杠上蓝白立委 对于总预算案卡关 他拿二门动画记忆卡娃举例 秦美拉跟小八也可能变成记忆卡娃 和声厂今天要研议 他必须五年间就启动 现在行政部门行政权力无限大 除了不得生孩子什么都可以做 一来一往互不相让 行政院长卓榮泰在事先案结果出炉后 首次进立法院备询 也进行能源配比及电价政策的专案报告 不过既然反质询确定违宪 卓榮泰也不忍了 对着在野立委一顿输出 您同不同意 台达电创办人郑崇华先生所说的话 我们一定要用核电不可 未来是不是用到核电 就看核能新技术它的发展的进阶如何 核市场你知道每天 现在就把它摆在那边对不对 核三厂在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七日除异后 发电结构占比将会是燃煤百分之二十九点六 燃气百分之五十二 再生能源百分之十六点三 跟目前的能源配比相比 低碳能源逐步增加 如果大家都支持我们台电 二零三零年为止 我们的电如果按照计划来进行 大家都能够同意那么电是充足的 赖政府对于能源政策方向占稳立场 但是近期朝野气氛不佳 造成总预算案卡关 楚庸泰用时下超行的动画 吉伊卡蛙做比喻乐观看待 吉梅拉跟小巴都会有他善良的一面 总有一天吉梅拉跟小巴都有可能变回吉考啊 那这样大家就会非常的和谐 立法院的朝野攻防战白热化中 他和在野党团持续交手 双方的战争战时不会结束 最新闻葬轩在新小组台北总部党